老阳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阳四房才有兴趣 继续扫扫二维码了解一下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推荐三款葡萄酒 三款葡萄酒来自不同的产地 有着不同的风格各具特色 有我师长十多年的 法国勃耿地特级田的一个老酒 也有来自法国古老产区的有机红酒 当然还有充满新西兰风味的白葡萄酒 有兴趣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来谈谈 继续谈一下佩洛西访台 佩洛西访台就是 路透社有一个独家的新闻 拜登习近平28号通话 也就是明天 会涉及到佩洛西访台的事宜吗 如果佩洛西执意访台 北京将如何表现出 他们不会做事不管不理呢 那么美国针对这样 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很有意思 这不是个谜 这已经是谜团解 可慢慢的解了 路透社引用了消息人士的消息说 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议计在星期四 也就是明天 7月28号 来通电话 白宫是拒绝对有关报道置评 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的发言人 科比是26号 在一个简报会上说 如果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的通话 亦即将讨论的话题很多 包括台湾海峡的问题 乌克兰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管控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的问题 没有谈到台海危机和佩洛西 要访台不访台的问题 当然这个科比也说 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安排的电话会议 可以准备 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 当然 这也是呢 拜登入主白宫之后 第五次跟习近平通话 两个人没有正式见面 通话之前 我们也知道了 拜登呢 阳性 那么习近平曾经致电 不是打电话 是发电报 表示慰问 侧面也显示了 北京对这一次的 拜登和习近平的第五次通话 有他一定的期待 但是上周又传来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佩洛西 可能在八月访台的消息 这个消息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中国国防部 26号首次回应 要求美国不得安排 佩洛西访问台湾 否则中国军队 绝不会做事不管 在此之前 有关台湾问题的东西呢 双方的国防部长 外长 那么参谋长 基本上都把话都摊开来说了 中国外交部也再次警告 美国一切后果 严重后果 美方负责 赵立坚说 我们已经多次向美方表示 坚决反对佩洛西访台的 严重关切和严重立场 反正呢 中国官方 军方的话 比较厉害 绝不会 做事不管 好了 从第一点来看 从目前诸多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 佩洛西给中美关系 制造了一个新的难题 大家知道佩洛西呢 未接候补总统的第二顺位 仅次于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 就哈里斯不行了 或者拜登不行 哈里斯上 哈里斯不行了 就佩洛西上 白宫国家安全事务的犯人 科比说 因为佩洛西出国 访问 事关美国国家安全 所以他的计划 只有他自己可以决定 去还是不去 美国白宫五角大楼 只能提建议 告诉他有多少风险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 行政团队尤其是国务院有关的方面 白宫有关的智库 都希望他取消八月混的访台计划 因为美国有人担心 官方担心 北京高层可能在今后的一年或者一年半 要开始对台湾动手 因为可能借这个机会封锁台湾海峡 美国官员说还说 尽管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愤怒 但是佩洛西的访问 和计划还在推进过程中 这是第一 就是一意孤行 不料理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意思是这样 第二 最新的逻辑推理是 也有消息是这么披露 就是明天28号 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完了以后 8月初过不几天 佩洛西就正式启程访问台湾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设计之下 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是没有权利 对国会的议长 禁止他去出访 或者取消他的出访计划 但是呢 这段时间多了一些因素 美国两党的议员 又是共和党的议员 哇 屁颠屁颠的 拼命的鼓刀 他一定要去 不去不行 不去你去认怂 不能给北京面子 那么前国务卿 蓬佩奥说 我也去 我陪你一块去 这个东西就看来 整个这个佩洛西的访问台湾 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 几乎上升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面子 如果在北京的压力之下 佩洛西最终取消出访 那么好了 大家就觉得美国认怂了 以后呢 你就很多的承诺 国际社会 大家都不听你了 你有你的塔西托陷阱的这个效应 我们也知道资料显示 特朗普时期有一名国务院的内阁成员 好像是卫生大成 还有一位高级官员 他们是在1979年以后 以工作身份访问台湾最高级别的官员 而且政治官员 这也是美台关系一个零的突破 那么25年前 金里奇也曾经不顾任何的这个抗议 自己呢就到了台湾去访问 这是最后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的众议的议长 当然那时候北京巡礼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抗议声明 但也仅止于口头抗议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 还不像今天这么糟糕 那么今天这个中美关系 你还要用这个方式进入 北京的话已经讲得很绝了 究竟他会怎么做 美国当然也有少熊熊的担张 也有少微有点担心 这是第二 第三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反言人科比说 北京为这个可能形成发表了好战的言论 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没有帮助 而且根本没有必要 这是美国官方的态度 但对呢 北京有各种各样可能的反应 美国相关部门 尤其是五角大楼 应该已经做出沙盘推演和评估 也有一些预案 那么我们也知道佩洛西 如果真的要去台湾 就是乘坐美国军用飞机飞过去 这是这一类的访问 很典型的做法 有一些分析人士研究 北京对这次严厉访问的谴责说 措辞说 中国可能会派飞机伴随 佩洛西的飞机阻止他降落 如此这样的话呢 他如果进入了台湾的空域 当然也不会像胡锡进所的 飞到了台湾的这个机场 然后再兜回来 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大 美国官方的发言人 以及美国内部的官员 都发出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心 尽管可能性不大 而且任何大陆军方的 任何对佩洛西的军用飞机 采取什么措施 都会被华盛顿认为是 局势严峻的升级的一个标志 五角大楼的军方发言人也说过 到时候如果你北京这么做 他又会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群 对佩洛西的专机进入复航 那个飞机是美国的 军方的 那么第四点 根据相关的报道 美国军方的官员 也在公开和私下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虽然这些年的国防现代化 进步不小 但眼下 要对台湾发起海空的入侵 能难是困难的 不要说后勤的问题 美国官员认为是 随着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要准备二十大 而且习近平极可能呢 连任 佩洛西的访问 有可能就面对更多的 不确定的冲突误判的风险 误判 那么就跟着美国官员说 虽然没有具体的情报显示 北京高层一定决定在短期内对台动手 但美国政府内外的官员说 对中国来讲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以大胆的行动打击台湾和美国的理想实际 还在斟酌这个时间 究竟是一年之内还是一年半之内 有不同的说法 当然 第五点 国际舆论对这个关注度持续的提升 澳洲前总理要急停 Paul Keating 他在二十五号专门发表声明警告 没有人会怀疑 佩洛西的访问可能会演变成军事敌对的行动 这种访问是全所未有的愚蠢 这种访问的愚蠢 危险 而且没有必要 但如果局势判断似乎处理不当 对整个地区和世界 尤其是台湾的安全 繁荣和秩序的后果 将是灾难性了 当然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谢苏利 他也说 风险在于佩洛西的访问 将被视之为是对习近平一次公开打脸 也羞辱 习近平本人也会这么认为 因此他会采取一些轻率的行动 来显示他的存在的实力 他说 以期冒战争的风险不如推迟访问 当然除了胡锡进说以后 人民大学的石英宏教授也说 北京的目标是做为 是做错 北京的目标是做错 为认为强有力的军事反应 但不至于咄咄逼人 引发更大的冲突 他说没有人能够预测 中国具体将在军事上采取什么行动 封锁航道 封锁空域 贴近飞行 略过台湾海峡 中线或者诸如此类 大家想法很多 跟国家小说一样 这是第二 第六 拜登跟习近平明天的会谈 会不会因为佩洛西访台 执意访台而取消 取消了决定 如果会的话 那应该是北京率先提出 以表示对佩洛西执意访台的抗议 因为两个人的通话 有个推迟一个月 两个月都不要紧 这个时候 军机会被陪回 越过中线如何 你再怎么做 你都没有办法 再让这老太太一意孤行 达到她的目标 你就这样子做 你眼睁睁跟她飞进去以后 你就没办法展示 你大陆军方说的 不会做事不管 那么这个东西呢 北京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为了佩洛西执意访台 真的会摆明居马 跟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跟美国的机群 在台海的上空 台湾海峡来硬碰硬吗 这样的可能性 也许不会做事不管 不能排除任何种可能性 但如果你只是口头不断的 严厉的警告 实际上最终你还是虚访一枪 给外界的观感 肯定不会太好 赵少康说 赵少康说 你要有鼓气 你的大陆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你就直接开到夏威夷 或者到加利福利亚州 沿南去巡航 如果这么做 是不是可以挽回北京的颜面呢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大国博弈 玩的真的不是笨猪跳 而是智慧 智慧一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意 行难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百年未有之大